21年前就已经清偿的债务 21年后竟然被银行追讨 这是云林北港一位苏先生 去年比银行追债110万元 还向法院申请假扣押 他的土地和股票 信航苏先生有留下21年前的清偿证明 总算还他清白 但是面对银行搞乌龙 竟然是用内部作业书师 轻描淡写的带过 让苏先生无法接受 律师也表示 清偿证明的确是有保留的必要 而且如果银行的假扣押 造成了民众损失 也可以向银行要求赔偿 苏先生手上拿的正式第一银行 向法院申请的执行命令 上头清楚记载他名下 已经被扣押的股票 以及三笔土地 苏先生喊冤没欠银行钱 却被银行追讨债务 怎样也想不透 苏先生跟银行之间 并没有金钱往来 起初问银行银行也不说 他甚至怀疑是身份证 遗失遭人盗用 在往前追溯才发现 跟21年前 1比80万支票有关系 后来表弟公司经营不善倒闭 连同本金家利息 共欠银行110万 当时也曾被查封过土地 之后欠款在隔年还清 离谱的是21年后竟被银行追债 幸运的是苏先生还保留当时的清偿证明 不仅清楚写着苏先生教父的款项 还有日期张戳跟金办寿命 银行这才坦诚搞乌龙 针对苏师银行没有出面回应 只是没凭没据 就拿21年前的旧账来讨债 让苏先生简直气炸 也还好他留着清偿证明 总算让银行撤销查封 换他清白 谢谢郭正义 明镜不到